老华一开箱名字啊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鸡规备 在开箱之前大家一定要稍微的了解一下 你像鸡规备之所以叫规备啊 它跟规备族是表亲 不能算上是直气清楚 有点就是出五福了那种感觉了 好吧 也是天然星刻啊 但是别理解为它是规备族就行了 好咱们先打开看看 这个是一个咱们从陶店 找过来的一个 然后呢这个东西哈 第一回从陕西那边发货还挺好玩 没有想到陕西那边电商现在也起来了 说明什么呢 电商这个东西呢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看看 聊情看看有没有动伤 很常规的一个打包方法 哇 很漂亮 这种鸡规备呢 它的叶子长得像规备族 而且呢它天生就是这种开背的 比这个规备族看起来的话 就是更加的小巧和可爱 大家可以看到也同样的带有这种老藤子 也同样的会长气根 这个它们的养护方法都差不多 都是喜欢空气湿度大一些 不喜欢强光的一个猛晒 浇水这一块呢 大家要尽量的维持盆土里面略干 空气湿度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 实在不行了 周围喷水啊 提高一下空气湿度 当然了 也可以用来监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空气湿度 如果说空气湿度过分的干 这个气根就长得不好 如果说气根长得很好 上面咱们家里面的空气湿度还是可以的 不要强光暴晒了 用土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松钉了 椰康了 炒滩了 泥淡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 它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沙壤的一个土 根系呢 跟规备族也差不多 但是没有规备族那么粗壮 没有那么强大 像这种 咱们收到手以后呢 就可以不用着急换盆 就让它正常的去涨 涨一段时间 因为它的根系没有满 这话我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啊 本来话说 买回来要不要换盆 您就这么低流的 看一看 根系长满了吗 您像这个根系没长满 换什么盆嘛 不着急 好吧 那怎么办呢 大家如果说你想施肥的话呢 你可以用一些个缓施肥 像我个营的话呢 就是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直接撒到上面一些 对吧 就不管它了 最近就不管它了 要换盆起码等到五一之后了 因为到那时候根系才能长满 不要强光暴晒 放到那种通风好一点的地方 最好是空气湿度高一点的地方 如果有甲山的话 可以放到甲山的旁边 别总是浇水 耐汗能力比较强 耐低温能力就很差事了 一般这种植物在五度以下呢 就基本上要给你 要给你面临这种生死离别了 尽量的在15度以上 它会长得更好 适合室内的一个盆栽 非常的美观 这个苗晴呢 也还马马虎虎吧 价格是29块钱 也不算贵 也不算便宜 好吧 性价比差不多 总和得分呢 也有个80多分 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吧 华人们如果说喜欢的话 咱们家这两天陆续也会上 还有一些个去年卖的 一些你比方说 仙人冻 就是仙冻规备 有的话说 你怎么不整点白景规备呢 白景规备 你们就别先研究了 太贵了 一个叶子大几百 我上货都上不起 我上了十几二十几个好家伙 大千进去了 万一卖不出去 我又可以了 你们可别骗我了 好了 这期开箱评设 就简单的到这了 简单的咬户 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想看什么开箱 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仰化催省一 白了